以西结书第22章 耶和华的话又连到我说 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 当时他知道他一切可证的事 你要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哎 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 叫他守报的日期来到 又做偶像玷污自己 陷害自己 你因流了人的血就为有罪 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 使你受报之日禁锦 报应之年来到 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 和列邦的计较 你这名臭 多乱的城啊 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计较你 看啊 以色列的首领各成其能 在你中间流人之血 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 有欺压寄居的 有亏父孤儿寡妇的 你藐视了我的圣物 干犯了我的安息日 在你中间有缠绑人 流人血的 有在山上吃过记偶像之物的 有行淫乱的 在你中间 有漏继母下体修辱父亲的 有垫入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 这人与林舍的妻 行可争的是 那人贪淫定乌儿妇 还有垫入同父之姐妹的 在你中间 有位流人血受贿赂的 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 且因贪得无厌 欺压林舍夺取财物 竟忘了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看啊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 和你中间所流的血 就拍掌叹息 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 你的心还能忍受吗 你的手还能有力吗 我耶和华说了这话 就必照着行 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宝 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 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 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 他们都是炉中的铜 锡铁铅 都是银渣子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们都成为渣子 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 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锯在炉中 吹火融化 照样 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 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 融化你们 我必聚集你们 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在其中融化 因此怎样融化在炉中 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 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 倒在你们身上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对这地说 你是未得洁净之地 在恼混的日子 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 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 如咆哮的狮子抓狮猎物 他们吞灭人民 抢夺财宝 使这地多有寡妇 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 亵渎我的圣物 不分别圣德和俗德 也不使人分辨 捷径的和不捷径的 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 我也在他们中间被泄满 其中的首领 仿佛豺狼抓私略物 杀人流血 伤害人民 要得不义之才 其中的先知 为百姓 用未泡透的灰 抹墙 就是为他们见虚假的异象 用谎诏的占卜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其实耶和华没有说 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 惯行抢夺 恢复困苦穷乏的 被离欺压寄居的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 一人重修强缘 在我面前为这国 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国 却找不着一个 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 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 照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